漫威电影十年来都围绕着六颗宝石而发展剧情 这六颗宝石作为宇宙籍的神器 让无数人为它付出宝贵的生命 而它作为整个剧情的重要道具 甚至引起了让世人瞩目的无限战争 无限宝石可谓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 但是这六颗宝石的来历在电影中并没有做任何提示 只是在漫威十年中以彩蛋的形式 出现过那么智能力强大的宝石到底是谁的呢 根据漫威官方所说 无限宝石的存在比整个宇宙都要悠久 它们也是整个宇宙中最强大的物件之一 传说中的复仇女神雷莫西斯 因为感到自己的孤独 而又厌倦了自己的永恒的生命 故而将自己分裂 形成了六块宝石 而在电影中 观众只知道无限宝石拥有强大的能力 却没多少人知道它们的力量 来自何处力量宝石 这块宝石初次登陆大屏幕 是在银河护卫队中宝石成紫色 拥有它的人可以操控和掌握 无限的能量和超强力量 并且这块宝石还能强化其他五块宝石的能力 还可以让使用者负着一切物理性的超能力 使它自己攻击力和防御力 达到宇宙集营和护卫队的结局 这块宝石被驻守山达尔星的新兴军团严加看守 但是后来被灭霸的军队血洗山达尔 并夺走成为了灭霸拥有的第一颗无限宝石 时间宝石这块宝石在电影《奇异博士》中登场 成体成绿色拥有这块宝石 就拥有着控制时间的能力 它可以让使用者回到消失的过去 穿越到未知的将来根据使用者的能力 它甚至能更改时间的因果关系 在无限战争中 博士为了救钢铁侠 用时间宝石换回了托尼的性命空间宝石 这块宝石在电影《雷神》中登场整体成蓝色 作为漫威十年电影中 出现了第一颗无限宝石的拥有 将任何物体转移到人和空间的能力 同时 宝石自身也具有极强的能量 在无限战争中 洛基为了救索尔 将空间宝石拱手献给密霸 成为密霸拥有的第二块宝石灵魂宝石 整体成橙色这块宝石的能力 使弃取 操控 修改灵魂 它是六块宝石中唯一有自主意识的宝石 并且宝石还富有一个饥渴的灵魂 在漫威十年电影中 它是唯一一块没有任何线索 显出这块宝石的神秘无限战争中 密霸为了得到灵魂宝石 在沃米尔建计了自己最疼爱的养女卡摩拉 现实宝石整体呈红色 说起这块宝石的能力 那是让人十分的向往和憧憬 它是最为强大的宝石 也是最难掌控的宝石 它能将一切看法转变为现实 科学守则和自然定律 在它面前可以被篡改 它让幻想和现实之间没有任何阻碍 在雷神二中 它最后被宇宙长老所保管在无限战争中 收藏家被灭霸杀害 现实宝石也成为了灭霸 拥有的第三块无限宝石心灵宝石 整体呈黄色在妇联二中 这块宝石被钢铁侠和班纳博士 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生意外 使其完美的和震惊 以及人工智能贾雷斯 融为一体 最终进化朱富莲成员换世